不会离开了圆规跟尺 然后去盖堂子 然后呢 爱顾士兵的人呢 故临兵而辞于势力 则战胜敌 爱顾士兵的人 把士兵照顾得很好 愿意笑死江长 所以呢能够胆败敌人 辞于器械则成坚固 把这些武器装备保养好 那么城墙可以坚固地照顾好 等等 此于战则胜 以守则顾 能自权而尽随于万物之力 且必有天生 一定是符合天道的原理 而这些天道的原理呢 就在原心的体贴当中 故天下之道尽之生理 故以此为之 势必万全 举不当 惟之保 唯有三保 持而保之 我觉得他的解释 像后面这段的解释 比较是文艺上的 抽象的联想 并没有说出那一个词的 那个命题的重点 持固能往 持固能有 我认为命题的重点 不是我很持 所以我掌握得很好 所以我很勇敢 而是我被人家慈悲的对待 获得我生命的动力 我才勇敢起来 仅不能往 OK没有问题 不敢回天下先呢 就是因为别人都好强 所以呢 跟别人争斗 会给我有点麻烦 但是我愿意服务 所以别人当老大 我当老二 不敢回天下 就是老二这边 一个人永远是老二 永远是秘书长 我跟你讲 这个社团 真正的老 真正的领导者 是这位秘书长 而不是理事长 理事长三年一换 三年一换 那个秘书长在那边永远才是掌握一切 可是呢 永远对理事长功功尽敬 那理事长呢 当上理事长就拿了一笔钱给他 给他用的 他就为社团服务 他才真正的掌握社团的人 好 这段我们讲完了 那我们看下面这一段 下面这段 福恩才艳以持佩力见 所以这是在老子的五十三章 我们看一下老子的五十三章 老子五十三章呢 其实也不是太麻烦 我们作者的解释 有点麻烦 这个 重点就是下面这一段 福恩才 带力见 夜饮时 财货有余 是为道与 非道也在 什么意思呢 穿太漂亮的衣服奢侈 带力见 耀武扬威 夜饮时 放纵生活 然后呢 钱太多 这样的人是强盗投资 那并不是有智慧的守道者 那另外一个地方有讲 这个叫做 于食罪行 多余的食物 多出来的行为 对生命的保护呢 是没有帮助的 然后呢 这个 朝圣处田圣武 苍圣虚 朝廷败坏 田园荒芜 仓库没有东西 在朝廷的做大官的人呢 穿好看的衣服 佩戴力见 吃一大堆美好的食物 那么老百姓饿死了说 何不食肉 这样子 那这种人呢 是 表面的朝廷的大官 其实是强盗的投资 伤害百姓的恶贵 飞盗也在 好 所以老子53章本来讲这样的东西 那我们看这个 这边的解释 书是所谓大道 端道 然后呢 所谓贸易也者 邪道也 道是正道 但是这些人的做法 都是邪道 敬也家里是搞一些太好的东西 因此也是邪道的一部分 昭圣处就是御送凡 本来昭圣处的意思就是朝政混乱 他把它解释成充满了 欲证很多 这样解释 方向解释是对的 欲证凡呢 田就荒芜了 那仓库就没有了 国家就贫穷了 国家一贫穷 反而老百姓会怎么样 会有不好的封锁 会过度奢侈 国家贫穷了 财富这个差距变大了 所以 恶劣的行为 奢侈的行为 反而会发生 民俗因此 则衣食之业绝 什么意思呢 大家都在搞服务业 大家都在搞金钱游戏 没有人从事基础的生产事业 基础的生产事业反而就没有了 衣食之业绝 民不得无事抄炸 结果基本的物资没有了 就是大家更加的搞虚假的事情 买空卖空骗 事抄炸则之采文 知文采文采 文福文采 所以大家就需要装腔做事 没有钱要开很贵的车 没有钱要穿很贵的衣服 没有钱要出入很高级的场所 所以呢就摆谱反扩 福文采 燕与时 预送凡仓库虚 然后呢却奢侈为蜀 那这个国之商也若以利剑赐之啊 福文采 佩利剑 我本来把佩利剑解释成 它也是一种夸张的行为 那我们这边的作者把它解释成 当这个仓库没有了东西 田园没有了食物 大家还虚伪狡诈 穿高级的昂贵的衣服 这个国家一定会凋敝 就好像用剑来赐它一样 诸服世之故以至于商国者 这些让国家国力衰弱的人 一定是大官大臣 聚士豪门 其家私私家必富 私人一定很富有 但百姓一定很贫穷 所以说在财富这个差距过大 确实是社会要崩坏的征兆 绝对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私家必富 货之有余 它很多 国家如果是这样子呢 愚民不得无数而消失 那普通老百姓也想要仿效 这种方式 所以普通老百姓也在那边玩股票 所以一玩呢 玩那更惨了 更惨了以后呢 那就要做成道了 所以坏事会发生 孝之则小道生 这些是大道 全臣豪富之事 不论老百姓也想过这种生活 那就是犯法嘛 小道生 有事官之 大监坐小道水 在上位者有权有势的人 用这种方式 窃夺国家的资源 伤害百姓的幸福 作为一个典范 老百姓也一样会坐监犯的客 大监唱小道和于也者 资货有余 世卫有益 这些就是造成天下大乱的怜音 好 再下一段是这个老子的五十四章 我们看一下老子的五十四章 善见不拔 善报不多 子生祭祀不错 什么样的人 有智慧的人 建立家庭 家庭长久 什么样有智慧的人 建立国家 国家长久呢 那就是你公共政策是对的 所以永远用对的方式处理自己 修身 其家 修之于生 其得乃真 修之于家 其得乃 修之于乡 其得乃长 修之于国 其得乃进 修之于天下 其得乃谷 所以要正确的对待身体 正确的对待家庭 正确的对待乡 正确的对待国家 正确的对待天下 那这是第五十四章 在讲的东西 那什么是正确的开中呢 按照老子 约迟约见不敢随天下去 弱者道之又 一句话 就是知足广运 这是老子治国的根本的原理 然后我们看这五十四章 这个解老篇的解读 人不论至于呀 都有趋舍 就是有进退何度的这个拿捏 填淡平安 莫乎之祸乎之所 有来 大家都懂得什么是祸 什么是福 但重点是你要填淡 安于平淡 那么你所知道的这些 祸福的原则呢 你才会去遵守 那么 你本来是知道什么是祸 什么是福 只要你过填淡的生活 之所以你 不管这些祸福的原理 是因为德于好 蓄于隐悟 喜好这个 不喜欢那个 然后一本万利的事情 过度放纵的事情 你想要就会变乱了 虽然者隐于万物 乱于完毫也 万物引诱 有过度好的东西引诱 那你就会把自己给捣乱了 否则的话你填淡 然后你知道应对进退的原则 平安知道祸福的原则 那你是很安全的 今也就是因为万好变之 外物引之 所以你就去了 所以你捍卫自己生命的 地基的东西被拔掉 我们正常讲善见者不拔 就是不会被摧毁 不会被推倒 圣人不一样 圣人见其驱舍 立国的根本建立了 立家的根本建立了 见所好之物不得平 就不会影响 不会影响呢 就不会被绑掉 为之不拔 所以善见者不拔 所以大家懂得 故根本 好各位朋友 你知道你自己的根本是什么吗 我不知道 每个人不论我们根本 每个人都要知道自己的根本 这边就是说 如果你根本动掉了 那生活就乱了 所以每个人要知道自己的根本 异于其情 虽有可遇之类 身不为动 位置不拖 虽然有欲望的事情发生 但是你自己知道 这个违背我们根本 所以我不去做这样的事情 因此呢 你就不会脱离了你自己的场所 脱离了你自己的轨道 好 为人只顺者提死 守宗妙不灭 位置济世不绝 这玉老编 讲了一个故事 稍微讲一下 就是说 有一位将军打仗 哪是什么 国庭要封他奖赏 但是呢 好像是楚国吧 楚国的原则就是 那个如果打仗 就有战功啊 的封地呢 就是只能两代 封两代 两代之后要收回来 因为那个封地都是很好 就像大学校园 老师可以住在学校里面的宿舍 不是老师退休就得玩了 而如果老师退休不完 以后学校的宿舍就没有了 新来的老师就没办法 这个学校只能搞五十年 就没有办法搞两百年了 就没有地方宿舍了 原则是这样 所以这个是蛮可疑的 有功劳 分封赏地 那两代以后要收回来 结果有一个人有大功劳 分封赏地给他 人家都是要最大不贵的地方 结果他竟然要了一个 非常平址的地方 河边的沙地 很平址 那都是石头 没有办法生产农作物 结果呢 封了石代 还没有把它收回来 那收回来干嘛 他们家在那边反而帮我看地 看得好好的 不过有人想去争那个地 所以韩非子的这个遇老人就说 子孙以祭祀不错 为什么可以祭祀不错呢 因为我要了一个 没有人要的土地 我反而可以一直在那边 有祖庙 有宗庙这样子 好 非常有趣的一个 这个故事 所以就不拖 上镜子不拖 这么不拔 不拔不拖 好 宗庙不灭 祭祀不绝 身以基金为德 家以资财为德 邻国天下皆以民为德 乡国天下皆以民为德 就是土地 国家的政治单位 都有老百姓 有人名 才是它的根本 家庭呢 资财是根本 个人呢 精神旺盛 精力充沛 是人的生命的根本 所以每个人要知道自己的根本 好 自身而外物 不能乱其精神 处理自己的身体健康 长命百岁的人 他知道不受到外在的引诱 乱其精神 那就是修之生以基德 来能掌握这个根本 得之故言 自家呢 无用之物不能动其 记者之有余 所以一句话不会乱花钱买东西 把钱花光光 花在不用买的东西上 照顾家里的物资金钱 就会非常的充裕 无用之物 无用之物 不能动其记 则之有余 那这话很清楚 非常的清楚 修之家 行得乃余 知乡者行此结 也是这样 家之有余者 异中 整个乡都是这样风气 乡里面的各个大的家族 都非常的富裕 那这个地区绝对是一个 rich area 那就是大家都过非常好的生活 修之家 骑得买长 知邦者也是这样子 像是有德者一种 故言 这个国家到处各个省 各个县都是富裕的 修之于邦 骑得买丰 历天下的秦子结 则明之生 莫不受许者 故修之天下的其他难度 修身者以此别 君子小人 所以从修身开始 就是宝金爱赐结 这是和尚风的发挥 让自己身体健康 长寿 长命百岁 那这就是最重要的原则 君子跟小人的区别就在于 能不能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 而治理乡 治理邦 治理天下者的原则呢 就是能不能够让每一个家庭富裕 乡富裕 正富裕 省富裕 然后国就富裕 各以此刻 就以这个原则 事关习好 正确的选择 然后呢 不恰当的消耗呢 不要去消耗 习 习就是灭掉 就不乱消耗 那么万不失意啊 以身官生 以家官家 以相官 相以邦官 以天下官 为师 以既然 以子 所以每身家家相当天下都要找到自己的根本 好 其实整个解老天 读完啊 那我就老师就非常清楚 这个真的是 是老子的思路的结果 那我也不能说这一定不是韩非子 一定不是韩非写的 也许他就真的在讲老子哲学 不想韩非不会那么安分的光讲老子哲学 韩非讲老子哲学 各位朋友下期这段就是了 所以我们下一次看韩非讲老子怎么讲 完全都是用现实的例子 非常这个 非常这个 很惨的啦 很多事情都很惨 就举个例子这样 我们看这一段 这个 宅人有献 封虎玄报之疲于进文宫 文宫受克疲而探约 此以疲之美而至为罪 人家把这个很好的皮献给他 那进文宫就明白了 为什么这个动物会被伤 就是因为他皮太美了 所以不要太好的东西 当你拥有太好的东西的时候 别人要来抢夺 你就丧失了生命 所以爵位不宜太胜 财富不宜过多 权力太大 人家就要砍你的头 所以帮长官做事 权力不要太大 权位不要太高 长官反而会长长久久 留你在身边 权力太大 权位太高 长官就把你砍头了 知火者以名号为罪 这个许远王是也 以成名地为罪 于国是也 作为罪莫大于可遇 你要称王把自己捧得高高的 比你大的国家瘦了就把你砍了 然后呢 有些国家呢 就是因为他所拥有的国家的土地的 那个地点实在太好了 你在兵家必争之地上 你在通仓大渠的要道上 大国就想把你给灭 那这个 渝国跟国国就是这样 大国要把国国灭了 向渝国借道 给渝国很好的东西 那渝国呢 贪图那个东西 就借道给人家 把国国灭了 国国被灭了以后 回国团来就把渝国给灭了 渝国就不应该借道 但是呢 国君就贪图那个东西 就借道 然后有两位臣子 一位臣子叫公知奇 告诉他不能够借 结果说了没有 另外一位臣子叫百里熙 百里熙说没说 后来到秦国 做了秦目功能大致 让秦国大致 所以天下不是没有人才 只是没有好的国人 天下不是没有好的人才 他们就是没有好的国君 但偏偏人才的爸爸不是国君 国君的爸爸是国君 所以这个政治的权力的世袭 在古代就是有这个限制 先天的限制 没有办法 所以呢 大家都是要讲话给国君听 韩非也在讲话给国君听 孟子也在讲话给国君听 老子也在讲话给国君听 孟子也在讲话给国君听 莫子也在讲话给国君听 那只有庄子 根本不讲话给国君听 完全放心 所以我们这样真的可以理解 就是说这些不同的学派 他想的事情是不一样的 他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我们绝对可以融会贯通 但一定要知道 内部是不相同的 好 没有花担购太多时间了 现在12点13分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